下一个疗法 食疗 产后以后 这个食谱 它关系到两个方面 第一 是产妇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 那么吃什么比较好呢 就是负含 维生素B足的 这些食品 我们大家尽可以在产后呢 多多地吃一些 我们大家知道产前 怀孕的时候要吃叶酸 对吧 对 产后同样要服用叶酸 对 因为这个叶酸 刚刚提到 能快乐起来的重要元素是什么 五腔色胺 这个叶酸和维生素B足呢 恰恰就是合成五腔色胺 必不可少的元素 对抗产后抑郁症 宝妈们需要产后继续服用叶酸 还需要多食用 含有维生素B足的食物 比如豆类 糙米 牛奶 瘦肉 蛋黄 绿叶蔬菜 小米 果仁 香蕉 干鱼等食物 宝妈们你们记住了吗